你们好,我是陈默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述一个 判官勾魂的故事 崔判官 在民间的传说当中 那是地府负责赏善成恶的判官 他也是地府判官之一 为人的时候刚正不恶,赏罚分明 死了之后入地府为阎罗王所赏识 他负责掌管着生死部与勾魂笔 所有阳间的人的生死都由他来掌控 这件事情发生在四十年前 在大北镇 有一个叫做斯嘉河的村庄 当时人叫侯善远 那是斯嘉河村里边土生土长的村民 侯善远的父亲在他九岁的时候 死于了一场车祸 全靠着他的母亲樊玲 把他拉扯到 为了给侯善远更好的生活 樊玲没有再嫁 毕竟那会儿 后爹欺负孩子的事情 是屡见不鲜的 于是侯善远就成了 真正的有娘生 没爹养的苦孩子 樊玲为了拉扯侯善远长大 那也是吃尽了苦头 但是侯善远并没有 如樊玲的期望一般成为一个孝氏的儿子 他反而成为了樊玲口中的逆子 为了能够让侯善远健康成长 樊玲向来都是请吃俭用的 他把仅有的钱财攒下来 给侯善远买想买的东西 也一直宠着侯善远 母亲的溺爱 让侯善远从小就变成了一个惹事惊 弄得樊玲经常的跑到别人家里边去 赔礼道歉 也因为这样 他受了很多的委屈 毕竟是孤儿寡母的 难免受到人欺负 但是樊玲都忍了 他只是会经常在夜里边 一个人偷偷的掉眼泪 或者是去侯善远父亲的坟前抱怨一番 转眼间 侯善远就到了17岁了 这个年龄 在农村那就到了要结婚成家的年龄了 于是这樊玲苦苦的哀求之下 有几个媒人带着侯善远去乡了几次亲 但都是失败高容 等到了侯善远20岁的时候 这同龄的年轻人都已经抱上孩子了 侯善远还是寡汉一条 为此他也没少遭村子里边人的嘲笑 说他自己好吃乱做的 还连累他娘丢人 到处的跑去求媒人给他说媒 他自己还不知廉耻 也不争气 本来这话呢 是村民们说侯善远的 但是却不恨别人 也不反思自己 反倒呢 恨上了他娘 他觉得如果不是家里边穷的话 那母亲没有本事 自己肯定不会娶不上媳妇的 也不会被村子里边人嘲笑 他觉得这一切 全都怪他那娘没有本事 侯善远心中所想着梵灵并不知道 他还经常的安慰着儿子 别多想呢 那好的呀 都在后边等着呢 却不知道儿子 现在已经深深的恨上了 就在侯善远 二十岁的那年秋天 他一个人跑到了 县城的一个小餐馆里边 学了厨师学徒 干了半年之后 厨艺没怎么学好 老婆倒是找到 侯善远找的是 县城里边的一个姑娘 叫小燕 这俩人啊 年龄差不多少 小燕家里边呢 是姐妹两个 所以要求着侯善远倒插门 只要愿意倒插门 什么彩礼都不要 就跟他结婚 侯善远带着小燕回来家 跟母亲说了一件事情 先开始的时候 这母亲还不同意呢 毕竟那会儿农村的 传宗接待的理念很重啊 而且倒插门 又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 可是侯善远 并没有听从母亲的建议 他带着母亲攒了多年 准备给他结婚用的钱 就离开了村子 只留了一张纸条 让樊玲不要找他 他自己有能力 过好自己的要的日子 他不想待在村子里边 受人嘲笑了 樊玲看着侯善远 留下了纸条 一个人哭了很久 整整的两天是滴水未尽 后来他也想开了 他跑到侯善远 父亲的坟前哭了一阵 他明白 孩子大了 自己也管不住了 而且 他自己也确实 没有能力给他好生活 那孩子想要倒插门 也只能让他去了 原本樊玲以为日子 会这么平淡下去吧 直到他死的那一天 但是这一切也 未如他所想 侯善远跟小燕结了婚 小燕的娘家人 就欢欢喜喜的接受了 还办了大婚礼 并且呢 期许的女婿将来 可以孝顺自己 可就在侯善远 跟小燕结婚的半年之后 他就干了一件 天怒人怨的事 他跟小燕的妹妹私奔了 当小燕哭着 跟母亲说这件事的时候 母亲当场就吐了一口血 昏死了过去 要不是及时送到医院的话 那恐怕直接就没命了 小燕的家人 怀揣着满腔的怒火 在小燕的带领之下 来到了私家河村 找到了侯善远的母亲 樊玲 大闹了一番 樊玲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他只能跪下 哭着给人磕头道歉 毕竟侯善远是他的儿子 这个错他要认的 小燕的家人得知了侯善远 并没有回来之后 转身就离开了私家河村 并且告诉樊玲 一旦侯善远回来 务必让他带着小燕的妹妹回家 并且表示 这件事情可以商量 就在四十天之后的一个夜里 侯善远回来了 他带了一个陌生的男人 他告诉樊玲 要把家里边的地卖掉 然后自己跟小燕的妹妹 准备到南方去城市 安家 再也不回来了 樊玲当时气急之下 就用棍子打了侯善远几下 侯善远一怒之下 就把樊玲推倒在地上 樊玲的头正好磕在了桌角上 当时是血流不止 侯善远带回来 准备买地的那个男人 看了这一幕 也是皱起了眉头 他很看不惯侯善远的行为 当时就表示不买地了 转身就走 樊玲看着眼前自己养育了 二十几年的儿子 叹了一口气 闭上了眼睛 并且告诉侯善远 小燕的家人说了 只要你们两个人回去 还可以商量 大不了跟小燕离婚 跟妹妹结婚 他们也不是不能接受的 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 那就要去面对 你躲是躲不掉的 侯善远此时内心烦躁 他看了一眼 蹲在地上的樊玲 转身就走 可第二天他又回来了 带了很多的好吃的 樊玲当时很惊讶 他不敢相信 儿子一夜之间就转了性子了 但是 他还是满怀的 欣慰的哭着 吃完了儿子买的吃 吃到一半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腹部 传来了一阵剧烈的疼痛 他睁大了眼睛 看着自己的儿子 他不敢相信 自己辛辛苦苦养育了二十年的儿子 竟然会毒害自己 他睁大了眼睛 他想说些什么 但是最终他还是一句话都没说出 就断了气 看着樊玲的遗体 侯善远一脸猙獰的说了一段话 你不死 地我就没法卖 我就没办法远走高飞 所以我只能杀了你 反正你活着也不幸福 还不如死了 而此时 小样的妹妹正在门外边看着 这个计划 是他跟侯善远一起想起来的 但是当这一切真的发生的时候 他是感觉到了一阵的心惊肉跳 以及一种难以言说的恐惧 突然之间就是一阵的阴风吹了过来 一个身穿着红袍 左手拿着一本书 右手拿着一支笔的长须怒眉的大汉 出现在屋子里边 那大汉怒吼了一声 业障 你竟然毒杀生母 你真是枉为人子 说着便在左手翻开的那本书上 用右手画掉了侯善远的名字 随后出现了阴差两个 压着侯善远的鬼魂 离开了屋子 侯善远的身体倒在地上 那怒眉大汉 转身看了看门外的小样妹妹说的 你火同他 杀其母亲 娶你一魂一魄 罚你在阳间受万人唾弃 以作惩戒 受完之后 那怒眉大汉就消失了 第二天 人们发现了死去的樊陵和侯善远 以及蹲在原地已经封掉的小样的妹妹 随后 村子里边人合力的埋葬了侯善远和樊陵 小样的妹妹给家里边人接了回去 但是他逢人就讲述着他和侯善远毒杀樊陵的事情 没过多久这件事情闹得一个人尽皆知 斯嘉河的村民们都对樊陵感觉到不值 但是都相信樊陵来世一定会拖到一个好人家的 毕竟这一世他受的苦太多了 而小样的妹妹也确实受到了万人唾弃 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 大家还在骂他 他不是一个好东西 中国自古以来都讲究百善孝为先 而不孝者终将一生困苦